香港湖北社团总会副会长金灵出身于湖北 是湖北省第12届政协委员 从1月初开始 她便每时每刻关注家乡的疫情变化 她所在的香港湖北社团总会 也踊跃发动众人捐资仇物 为清理之外的家乡送去温暖 协同抗议 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后 香港湖北社团总会也进入全力支援家乡 抗击疫情的状态 大家开始通过多种方式和祈祷持原家乡 有的筹集医疗物资 有的负责统筹协调 有的呼盆换友把物资送到湖北 有的负责对接和监督物资发放 他们把香港作为统筹点 在世界各地和湖北之间 搭起一条持原家乡的救助线 你看我们有会员正是上班的第一天 拿了一千块钱捐到会里 他们可能也并不是大富大贵之家 他就表达一点心意 有的从日本旅游回来 背了一箱几百个口罩就送到会里 甚至我们有的会员呢 自己戴着几十个口罩 来到我们的社团总会 说能不能给家乡的这个父老乡亲 表达一点心意 然后我们有的会长副会长呢 利用他们在海外的渠道 筹集了过千万的物资和资金捐给家乡 所以这个都是上下一心 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截至2月13日 香港各界通过香港湖北社团总会 向湖北捐赠资金 1762.32万港元 捐赠价值逾950万港元的物资 捐资捐物外 在港的湖北籍人士也各展身手 从方方面面协助家乡抗议 香港湖北社团总会会长谢俊明 是港资医院武汉亚新总医院的董事长 在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 他逆行北上坚守在一线 他主动提出将医院400来个床位 拿出来接治患者 成为武汉第一批定点发人门诊医院之一 主要是我们亚新总院 当时已经有很多我们的医生和护士同事 都准备回家过年了 封城以后呢 就变成了他们都走不了 走不了呢 第一个来讲呢 这些物资的调配和人员的调配 那么都需要人去做 而且还有一条呢 就是员工的信心 所以我就决定了年29 又从香港坐高铁回到武汉 他们现在的工作 可以说是各个都已经是 出尽所有的力 我们叫做已经是 大家都做到了 已经非常疲倦 但是大家有一种信念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这些医护人员不出来 那么就是舍我其谁 所以他们必须呢 要顶在一线 在武汉从事酒店行业的社团总会副会长李少明 主动申请将酒店作为医护人员主地 接待了来自北京 上海 四川 陕西等几百名医疗工作人员 该会的青年则自告奋勇 冲在了运输物资的最前线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已持续近两月 金领称这段时间也让他深深感受到 恶港两地人民的情意 这份众志成城的爱 让他对击败疫情充满信心 真的感受到了就是香港湖北这种情意 一到有困难的时候 整个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要同心协力 所以我充满了信心 我相信疫情一定会得到控制 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春天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